因疫情全国三级警戒各级学校停课到6月14号 适逢高三学生毕业典礼 这一生一次的难忘成年礼 虽然不能够让大家碰面 但太平友学校就特别举办线上直播毕业典礼 让毕业生在线上相聚 也特别安排669达人演讲开头 鼓励学生不要害怕面对失败 勇敢追梦 这特别的毕业典礼 也给了这群高三生难忘的高中回忆 原本应该是坐满学生的礼堂 如今却空荡荡 学校为了不让学生在高中毕业典礼留下遗憾 特别举办线上直播毕业典礼 疫情的关系 靠同我们必须要用线上的直播 典礼一开始邀请到669达人演讲 鼓励学生不要害怕面对失败 要勇敢向前追梦 为了给同学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毕业典礼 除了一般的流程之外 我们特别请到了669达人杨恩俊先生 来就他的人生经验 跟奋力向上的一些过程 给我们同学做一些启发 所以在毕业典礼之前 我们特别请了街头艺人 当然在其他的颁奖跟受证 还有其他各项的流程 我们还是希望给同学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刷疫情影响 全国停课到6月14号 一生一次的高中毕业典礼 大家不能碰面 只能够在网路上相聚 分享着喜悦 第47届 郭云安等共计532位同学 自107年8月入学 与本校修业齐满 颁发毕业证书给代表学生 宣告毕业后 正式往梦想的路上展示起飞 很可惜啊 因为疫情就三年来 没有办法 就很多人在一起毕业 可是学校用线上的方式 让我们再感受一下 也是毕业生 当一下毕业生 感觉就是 线上的话 就是比较没有毕业的气氛 但是学校还是很用心的 帮我们举办这个毕业典礼的活动 现在网路很发达 所以在网路上面 还是可以跟同学聊天 然后一起毕业的那种感觉 虽然是线上直播 但典礼一点也不马虎 校长将14类的奖项 一唱名颁给荧幕前的获奖同学 线上也有将近上千位学生 共同来观看 让在SARS那年出生 高中毕业 又逢新冠肺炎疫情的学生 成为史上最特别的一届 借存抓台中产报导